亲爱的宝贝 想你输不尽言 言不尽义 义不尽情 情不自尽 原来我给他写的好多 结果他都给我扔了 这不是在这儿吗 这是我唱了也是唱一封 你有没有想过偷偷去看看 我坐车把他需要钱吗 因为当时假的 没钱 每到星期天下午 然后我需要去学校 他也舍不得我离开 眼圈又红了 那时候你很可爱哭了 第一次抱来的时候 也就成了高兴的时候 说带他去关去了 留到河边 没人地方 我说我能抱抱你吗 他说可以啊 我说我能请你吗 他微笑了一下 告诉我我请了一下 你把这么细节和隐秘的事 告诉我好吗 我感觉也不好 可是此言我给你聊了 你老公真的好可爱 还行吧 我嫁的这个男人 是最好不过的 谢谢你来了 让我们共同关注 有请主持人土蕾 真情致谢 从新开始 谢谢你来了 很好 谢谢你们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土蕾 欢迎来到现场的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三位老师 他们分别是主播柴子璐 媒体评论人石树思 心理专家百艳怡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到今天的故事 你虽然只有一只手 但却是我的专属司机 你的车 虽然只有三个轮子 但却是敞篷的 正好吹吹风 有你一起回家的路 可真美啊 慈祥的父母 可爱的孩子 还有你 跟正常人 没有任何区别的 我的爱人 咱们家 多么幸福啊 我早已经 不能想象 没有你的日子了 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将会是在哪里 日子过得怎么样 人生是否要珍惜 也许是梦里 我是一个乡村小学老师 我热爱我的工作 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我喜欢我的生活 我是一个被爱的女人 我庆幸 遇到了你 掌声有请被这些人 颜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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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三位嘉宾 好 请坐 大家好 你手怎么回事 我手是 在早日上朝着切到几个时候 把这 胳膊卷入 切到几个都了 给嚼掉了 那是多少年的时候 那是1995年 你媳妇今天来感谢你 本来说我感谢她的 她说的非要感谢我 因为她说的 我为家的也付出不少 因为她在外面工作 我一直带孩子 带老人 接着送的 你们结婚多少年 我们结婚12年了 12年啊 一家几口 几口人 生几个孩子啊 三个孩子 两个女孩 一个男孩 一个男孩 还有两位老人是吧 嗯 来掌声有请 感谢人 雷冰颖 雷老师好 雷老师你好 三位嘉宾好 请坐 你比他大比他小 我比他小 小九岁 今天你来感谢他啊 他又说他要来感谢你 你是怎么想的呢 你为什么要感谢他 嗯 可能在 其他人的眼里觉得 他的胳膊 好像有点残疾 好像 呃 好像是我低价了哈 啊 但是在我心里 我觉得 我不但没有低价 而且非常的幸福 所以我要来感谢他 你是小学老师 还是中学老师 小学 你的文凭是 大专吧 你呢 我小学文化 你们是哪年认识的呀 03年 也就是你遭遇这个 之后8年 嗯 是吧 能跟我们说说95年发生了什么吗 当时 我是切捣技师 切捣技师 我产来一个皮卡合同 那当时 我就呃 当时基督干活 我就皮卡克拉开来 不小心把那个皮卡克挂那个机器上了 啊 挂机把他掺着个胳膊 把我胳膊捐到机器里面 转进去了 嗯 转进去了 我都 平民的想管掉 从那个右手想管掉 反正响不住了 我随着机器都带过去了 我当时我平民的震仗 平民的呼唤 但是机器的唬龙城太大了 过来一会儿 同时把眼睛管住了 我的胳膊进行到机器里面了 哦 当时我都没有了知觉 所以这个对你打击很大 嗯 你们家原来是有兄弟姐妹吗 两个姐姐 两个姐姐 嗯 就三个孩子 嗯 按照来说 你是本来是家里的顶梁柱了 你这个手这样了之后 对你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什么影响呢 一下子感觉 我也变成经了 穿衣服 各方面都不利索 弄吃饭之后 还得搁左上就要弯 原来之后 一个手短弯 一个把都吃 但是现在不行了 手不能动 不能动 这整条胳膊都不能动 这胳膊 以致为锁 嗯 所以各方面都不痛 我都开这个医院的不吃不喝 我说 做个这么糊 叫我这么糊 我整天都哭 默默的哭 还把父母看见 当时 当时都想 还被人死掉了 死掉就要藏了 赔点钱算了 最后 胳膊一天一天的在腐烂 还弄 医生要戒掉 给我说要戒掉 我说了 不能戒 我将往不能戒 最后 我找到我们厂长 厂长把我们带到上海 第一个人民院 去治疗 我到那里 看到好多 残疾症 有爽 爽压子 没有了 有爽上子 没有了 比我严重了很多 从那里以后 我认识了 我跟他们聊天 我得知道 世上有那么不易的战机身 所以我 我家定决心 我一定要和好活着 为了我的父母 当时 我受了 上了之后 我的母亲 整天给我抱脚子 给我晒起来 当时我家没冰箱 晒干了之后 给我送过去 为了我增加营养 当时我就想 我不能死 我要活着 我要养活我的父母 在首部残疾之后 你在生活当中 遭遇过的最难过的事是什么 2043年5月份 土三年把照片上给挂停了 就是我死了 业了之后 在家帮父母也不行 因为农村都是体力劳动 有一会儿我干不了 所以呢 活到了郑州 做个工作 养活自己 也想给家寄点钱 当时我家太穷了 穷得染成郑州了 三年王子 把今天给漏鱼 家里由一枚院子 我家的羊都放在 算在我 我爸爸的床堆上 因为一到夏天 非常气味非常大 我每次回家的时候 我都可心酸 这是你最难过的事 你的家庭是几个孩子 我是我们家三个孩子 我是中间的老二 上面一个姐姐 下面一个弟弟 你家庭情况怎么样 我们家也是农村的 不过还好 比他们家好点 好的多 你们不是一个地儿是吧 不是的 远不远 也不远 都是一个市里面 只不过是我们家 是在县城的一个农村 那你们怎么认识的呢 我们是通过收音机 那个一个广播 电台 对对 那个电台 那时候非典的时候吧 03年非典 学校就停课了嘛 然后我们就 偶然之间 然后听到他 他这个信息的 因为我当时了 我当时在家没人住 想诉说我的心里话 所以的 都有个收音机 我没人 你在收音机里面听什么 我听了野话 野话 嗯 晚间谈话节目 嗯 那为什么会念你的信息呢 因为我给主持人写了一封信 把我的遭遇 我当时没敢仔细说 就是我所说 我想交来朋友 因为他在这信息里面 有这个交流的这种愿望 那也是我第一次听 从收音机里听到 有关残疾人的这个信息 好像是 然后写了封信 我就想更多的了解一下 这个广播里出现的这个人 你为什么要了解他呢 因为 也是 也是 好奇 还有就是我想 哎 我写一封信 不知道能不能收到 哎 这样一种 你收到那封信了 嗯 收到了 我收到了 感觉特别稳暖 这感觉特别闪亮 那你们什么时候见面的呀 是通过多少封信之后见面 我们见面都 就到了 07年吧 应该是 在03年到07年之间 一直是通信是吧 呃 也没有间断过 打电话吗 那个时候 电话好像也不是特别普遍 打过没有 打过 哎 你们交流啥呢 呃 就是有时候说 我说学校的一些事啊 然后他说他 自己见到的一些事啊 就是那样 像朋友一样闲聊 呃 也不是经常 因为那时间学习也比较紧张 大概评次 是一个月 一封信吗 没有这么频繁 两个月一封 有时候半年也没有联系过 然后有时候 比如说 暑假里啊 放假的时候 哦 可能会偶尔接到一个电话 他打给你啊 哦 那就是朋友之间的那个彼此的问候一下 没有 当时就聊 说实话 你想找他吗 想找 想跟他打电话 给他写信吗 呃 想 那你为什么写的不那么频繁呢 因为当时我宣传才大 年龄各方面 环境不一样 你我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你特别想交朋友 嗯 我不理解的是你 你知道啊 他缺朋友 你缺朋友吗 我给他回信 当时因为 也有一种就是说 呃 人家给我写信了 我可能有时候也要抽空回一下 你是应付是吧 哦 有 那有意思 但是第一封信不是 第一封信是好奇 对对 第一封信完全好奇 那你重要的事会跟他说吗 比如说考大学 报志愿 嗯 那时候也有也有问过他 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 对外面不是特别了解 就有时候问了一下 哪个学校怎么怎么样 然后 所以在你的印象当中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那会儿写信的时候 觉得他懂得很多 至少比我懂得多那时候 他说你懂得很多 你高兴吗 我高兴 因为他胆子比我小嘛 嗯 胆子他上了高农药之后嘛 考大学了 嗯 他开始考的是重庆 重庆的本科 但是因为随着不复 他又挑击到郑州 实验了 所以啊 跟他的交流 写信 电话 是不是你当时 最快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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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想过 偷偷去看看 想过 那为什么没去 就怕去 看到之后 再也不联系了 哎呀 你别让他看见你就是了 你偷偷看嘛 当时他 我坐车 带学要钱嘛 因为当时假的 没钱 没钱 多少公里吗 嗯 反正还要是要 有七八十公里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他的 当时也没 也没个习惯 都有一次 他挑剧到郑州的时候 当时我在郑州 福利器也负责参警证 当时过年的时候 我给他打电话嘛 我说你得拿上 上学了 他也在郑州实验 我说我也在郑州啊 嗯 他说你过完完年去找我吧 高兴吧 高兴 啊 赶紧去 当时过完年了 我没赶紧去找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说 我既然找到的 他不认识我了 你还是害怕被拒绝 嗯 那后来怎么又见了呢 呃 这也是一种敲和 他让我过完完年去找到吗 我没去 嗯 没去又过来一小期 他突然过一眼 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在你单位门口 我说你咋过来了 他说 我坐公交车 我黄州 哥们七个借了个自行牌 我就带着他 容了 我说的 咱吃完饭吧 太好 吃啥 吃的那大碗回面 五块钱一碗 然后吃了一半 我说你咋不吃了 他说的 呃 我的饭量小 嗯 我就不想吃了 第一次见面 他漂亮吗 漂亮 所以我说的 你不吃 这么多可惜的 我得定了那个碗 你想吃吧 呃 我想吃也不敢吃 你再买一碗的 因为 因为 我买一碗 我 因为我要给我家占钱嘛 没钱 嗯 我想吃吧 我看了第一次见面 我还把他笑我 最后他说的 你吃吧 呃 我惹我不吃 他为了让我吃 呃 我就吃了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已经大学了 对 你为什么要主动去找他 呃 我就想看看这个人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看到了以后呢 因为我第一眼先看他的胳膊 然后当时就感觉有点 吓人那种感觉 他当时穿的也是这种衬衣 然后他又一直这样 然后背到后面嘛 可能感觉到我看的不自然 然后背到后面 然后我们就接着聊其他的什么东西 觉得长得帅吗 还行吧 其实他长得不错 高粱鼻 健美 你要给他做一个那个那个古装剧里的装扮的话 你还蛮帅的呢 谢谢 他骑自行车带着你是吧 对对 他一直手带一个人其实挺难的 呃 当时我也特别吃惊 呃 我说这个残疾人胳膊 你看怎么骑自行车呢 然后挺好 对对 我发现我坐上以后还挺稳 还可以 他还行 后来第一次就是吃面 对 你不愿意吃是省给他吃吧 对 所以经过第一次见面之后 你对他的印象加深了 嗯 对对 对吧 加深了一些什么呢 我觉得他这个人 还行 还够 周到想的 当时我在那个单位负责参疾人 我扯完饭了之后 我带他上了单位去 我背着手 那个单位很多参疾人 嗯 呃 最后他说 你也怪离开了 他怪那么多啊 我 骄傲吧 那后来怎么就好了呢 第一次见面以后 见面的机会就多了 然后渐渐的就了解了一些 他的更多的生活上的一些 呃细节的东西 嗯 从那以后 我跟女儿 我也得仔细一点 看能嘴到嘴不上 试试吧 我们这儿有一封07年的信是吧 是的 我给他抖着嘴 哦 这谁写的 这我写给他嘴 这前面写的狂奔是什么意思 原来我都写狂奔 要我写肥 就希望这信狂奔 嗯 赶快叫他 赶紧飞过去 赶快飞就收到 他信封的背后写 游地员像鲜花 人人都爱他 游地员像天使 喜讯送万家 这也是你写的 是的 你写这个玩意干嘛 你就怕他不给你送到是吧 对了 因为我每天没刮好信 所以没了 记得把毛利一封信 因为那个 听信了 一把东西容易弄丢 我夸他两句 夸他两句 夸他两句 他证明他给我送到的 这什么时候写的 07年 07年 当时我在嘴头 亲爱的宝贝 破织号 冰影 今天是5月7日 星期一 农历3月21 现在是晚上的22点32分 在这凉爽的夏夜 我又开始想你了 你是否能够感觉到 宝贝是不是在睡觉 梦中 是不是有我 亲亲我的宝贝 想你就像巧克力 苦苦的 但又甜甜的 亲吻你宝贝 一吻 送你玫瑰花 二吻 给你我的家 三吻 你是爱情大傻瓜 爱你永远不变卦 你看他押韵 你看啊 想你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 意不尽情 情不自尽 哎呀 这文赛 原来我给他写的喝多 结果他都给我扔了 这不是在这儿吗 这次我唱了 死唱一封 收到这样的信 心里什么感受 帮你好好珍藏 别扔了 别扔了 因为当时收了他的信以后 像这种信 我都很不在乎的那种感觉 咋了呢 写给你的人太多了 也不是想的 就是这种信 我感觉肯定是开玩笑 或者是 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没有 当时没有 白写 这个问题就像他说的 可能他自己偷偷藏起来的 藏起来的 那什么时候你开始喜欢上他的 因为在接触的当中 我觉得他的善良 还有坚强 比如说城市里也有一些流浪的人 还有可能比他更可怜的人 然后他自己兜里虽然没有太多的钱 但是他会把兜里剩下的 哪怕一元钱也会给别人 当时我就兜里放个要奔子 放个币 我建一个餐厅 我就给他把他给登记上 你不是要攒钱给你爸吗 攒钱给我爸 但是有的餐厅太可怜了 不给他他会饿力 反正知道感觉我花的钱吃 一个善良的男人 你可以欣赏他 你未必会跟他发生爱情 他之所以能够让你爱上 肯定还有别的原因 然后就是生活上的关怀 就是好多东西 他自己舍不得买 买了以后舍不得吃 然后会送给我 你是一个大学生 那会儿正青春盎然的时候 你真的不介意他的残疾吗 当时没有想这方面 因为我觉得是他胳膊虽然不方便 但是没有影响到他的症状生活 所以你跟他确立了关系 对 追了多久追到的呀 各种都且都有一年多吧 那怎么确定的呢 有一天晚上 我给他说 我上一次回家了 他妈哭了 他妈说 你赶快找个等一下 我整天睡不着觉 说的我苦度 苦度他忙着我採人来 他说的 咱俩脚往脚往试试吧 我说可以 我一定好好珍惜 最后我把我的手机 直接设定他是个宝贝 你要记得第一次牵他的手吗 记得 啥感受 反正我牵他手 我的手有的鞋子 发抖 第一次抱他呢 呃 第一次抱他的时候 也是趁他高兴的时候 啊 说带他去关去了 留到河边 没人地方 我说我能抱抱你吗 他说可以呀 我抱你的时候 呃 我什么都不 不会再想了 哦 我都只想荣耀你 嗯 我说了 什么 都没有啊 没你 中药 嗯 花了没多久 我说 我能请你吗 嗯 他微笑了一下 高头头 我请了一下 当时请了一下 我都放开到的 你把这么细节和隐秘的事告诉我好吗 我感觉也不好 就是之前我给你聊了 对 哈哈 你跟我聊的来 都是他跟我聊的来 哎 你老公真的好可爱 还行吧 你家人应该反对你们两次 对对 反对的强烈吗 嗯 应该是比较强烈的 我的家庭也不是说特别封建呀 特别那样的家庭 我的父母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尊重我的选择 你第一次去他们家的时候 惊着了没有 他说他们家羊都拴在床边上 为什么拴在床边上 因为呢 当着没院子 你总好歹有个门口吧 门口那个小头往头 因为我爸父母搂了 我没在家 人家光叫羊头跑 你拴在旁边的树上也行 拴在旁边 就说夜里的头啊 那晚上那羊眉眉叫 你咋睡呀 习惯了 也都那样了 你晚上睡着了 羊会舔你吗 会 有人家会 真的会舔你啊 他会再有 一副还会 腰烂一副 几只羊拴在床边上 凯子少 凯子三四只 三四只 最后省了三只 小羊外都七只了 你去他家看到 觉得他家 家图四壁的 对 虽然我家也是农村 但是 但没有那么差 对对 父母多大你 就当时 当时 七十岁 现在我父母快 也都八十 左右了 那你看到他家 那种情况 你不害怕 将来的生活吗 没有感觉 因为有他 我觉得 虽然房子旧点 一切会好起来的 是不是因为 一直以来 他在你心目当中 是一个很勤奋的人 对 他很有想法 很有盼头 对 就觉得跟着他 这些迟早会过去 对 有这种感觉 对 那也就是说 在你父母的反对下 你们还是结了婚了 对 结婚半久了没有 带了 当时带了 七多 钱 花了两千块钱 当时我给他父母 弄财力的 他父母 他母亲做的 只要能过来 好多情 结了婚之后 日子过得怎么样 由于我们 也没有攒下太多的钱 刚开始的时候 非常的辛苦 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 因为 双胞胎 女儿两个 当时也是早产 小小的孩子 生下以后 就被放到保温箱里面 当时保温箱医院 是按小时收费的 有两个孩子 一天都三千多 当时我拿了个小本子 到单位 我说 哥们儿 把钱借过来 他借多少 我不借多 一个人给我拿500块钱 我这一年之内 还给他 当时借了几万块钱 过了一个多月 又还完了 当时 我还拿个小本子 给我们邻居借 有的借无事 有的借二事 有的借五块 贱人都借 借了我 我这个钱 他不要了 我会换个人 成法学乱 孩子病 稍微好一点以后 然后我就想着 我也要找份工作 多赚点钱 这样也可以 然后我就 考上了这个教师 其实考教师 也是我老公 然后他鼓励我去 去参加了考试 因为当时 照顾孩子 我想着 我肯定考不上 考上了以后 我就要去 分到了一个 很远的地方 离家很远 两百多里地 我就需要 住在学校里面 这样孩子 就只能放在家里了 所以他只能 在家里和 孩子爷爷奶奶 一起照顾 而且照顾的 也非常的好 因为孩子 刚小的时候 他胳膊不方便 然后这样 拖着抱的时候 抱不好 所以他 在管孩子的时候 晚上照顾孩子的时候 也付出了很多 其实我一直觉得 你那只手 起不到作用 也有点着重 比方说 我踢皮带的时候 我可以叫它 哑住皮带 不叫它 衣服掉下去 还可以 我抱孩子的时候 我脚的个手 再搂了个拳 还有什么 就是当时 因为要住校 有时候一个月 才能回家一次 他也不放心我 那时候 抽空的时候 他也会去看我 带点吃的 什么东西 骑自行车去 那时间有了一个三轮车 支持你的工作 对 非常支持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每到星期天 下午 然后我需要去学校 然后我也舍不得离开 他也舍不得我离开 然后怎么办 然后就说 我送你吧 那孩子不会舍得你走 当时我儿子一岁多 对啊 一岁多 都是孩子 叫孩子睡了 轰睡了之后 我开着离开就送到 眼圈又红了 嗯 那时候 你可爱哭了 嗯 一一不舍哈 因为刚开始 我想要走 他送我 然后就孩子 交给他奶奶 然后哄着孩子 奶奶带你去买零食呀 就干什么 然后这样一两次以后 然后小孩可能感觉到了 奶奶一骑上车 一旦他走 可能我就走了 然后后来他就 怎么样也不肯 跟着奶奶去走 所以我们就只能等晚上 今天的晚上 孩子睡了以后 偷偷走 对对 偷偷走 当时那个我看到孩子睡得很香 然后我 我起床走的时候 我的心真的是很痛 嗯 那么小小的要孩子躺在一个大大的床上 睡得很香 可能他不知道自己的妈妈 嗯 要走进来 然后见不到妈妈 这样的是 很多 几乎是每个星期都是这样走的 他每次送你走两百里地又回来 哦 第二天他会回来 因为那个三人车嘛 他是充电的 嗯 两百多里地 有时候也不够 不够对 我的转机 我点次放在车上 那就有一天晚上 就是走着走着的时候 这个电瓶 就可能是冒烟了 着火了 我在里后边坐着当时 我感觉很害怕 然后我就喊了 我说这个冒烟了 着火了 然后他赶紧下来 然后一手就抓了那个电线 冒烟的电线 因为怕可能怕 怕爆炸 或者什么东西 就把那个着火电线扔掉 然后手上 他的手瞬间就这样 全部是雪炮 是怕爆炸啊 我还怕扫着了 所以呢 我都想干干净了 拽坟价 一坟价了之后 他的火车总而变消 变消了 我用那衣服一盖 一门就要 门灭了 那就那天就 车就骑不成了 对对 推着走了 对只能推着走 他让我在前面 扶着那个靶 然后他在那边推 每次送他累吗 也累 也累 但是我感觉送他挺高兴的 他可以给我讲些指示 将一些 尤其的事情 因为我都想 渐渐给他说话话 他住的好吗 住的不好 住的需要那个挖房 挖房也有来漏 有一次学校有老鼠 他半夜给我打电话 第二天 那一起来 我都给他那警察打电话 我走了 我要回去 就我打车 因为到他那地方 我打到主板店 还得跑到他县城打 打到县城又打到响人车 刀几刀 刀都遭到天黑了 天黑了 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别过来 我留着都过去 他说我还是姐姐你嘛 去接我那都能弄 他起个自行船去接我 最让我感动的 就是我要上班嘛 上班坐公交车 有一次下完公交车以后 天就下起了雨 我又没带伞 路边的一辆辆的车 溅了我一身水 我的老公 我对面的这个男人 他在这个茫茫的细雨中 从路的对面 开着一辆三人车 然后就在我这个 视线中慢慢的向我走来 这个时候我的心里 特别的温暖 虽然有残疾 虽然他没有给我 特别富裕的生活 但是他在用自己的行动 去温暖着我 当我看着他 骑着三车走向我的时候 当时我的泪 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然后他过来以后 然后 很顺手地就递给我一杯 温过的那个饮料 然后嘴里一直说 对不起对不起 我来晚了 让你淋雨了 当时我心里 非常的感动 我想 我嫁的这个男人 是最好不过的了 虽然现在我们家的生活 可能要好一些 但是 如果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他还仍然是自己舍不得吃 总会先紧着我孩子吃 所以有时候 我就也想让他吃一些 然后我就会说 啊你吃点吧 要不然我就扔掉了 我就倒掉了 然后这个时候 他才 他才会吃一些 就总而言之 把你是含在嘴里怕化了 捧在手里怕摔了呗 对 看起来像是我帮助了他 事实上在 结婚以后的生活中 他在照顾我 现在日子生活条件 比原来好了一些是吗 要好一些 现在会 平时出去旅旅游啊 干什么 也会有 因为孩子大了嘛 想着带孩子也出去看一看 他会浪漫吗 有时候也会 会 比如说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我们去青岛 带孩子去看海 然而小孩子就在下面那个 在桥旁边那个 石头旁边捡的一个小螃蟹 然后他就牵着我的手走在那个站桥上 嗯 讲很多 我们以前经历过的那些事情 聊天 对对 聊天 然后那时候我看着桥下的孩子 在幸福上玩 再看看牵着我的手的老公 我觉得 我很幸福 我要感谢他 你们晚上睡觉会聊天吗 会 原来聊的都不聊景气样的事 啊 现在聊一点是在里 他挺难过江城所的 以后但是会越来越好 等到孩子大了 都靠到大学来之后 等站在前买个车 开车去学校 方便一点 等到又欠了 买个大房子 你是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吗 应该是吧 因为那个时候我住校的时候 年轻的老师就我一个 就是从外地来的 然后吃住不方便吗 那些孩子们的家长 都会从自己家里拿一些菜呀 然后馒头呀 然后给我送到学校里去 雷冰颖的教学生涯始于2009年 因为丈夫的权力支持和鼓励 她走上了在河南省筑马店市第二小学 代课老师的岗位 便于2011年通过招教考试 正式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 十年的任教 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 而丈夫始终如一地默默复出 让她体会到了从所未有过的人生的价值和幸福 我听说她现在也在帮助别人 对 她一直干的就是帮助别人 经常有很多人打电话 咨询她一些东西啊什么的 就是那个 咨询什么呢 你现在是在干什么 把这个参集人的一些东西来终结到一块 比方说参集人他只提的应该做什么 下次参集人做什么 上次参集人 龙牙人做什么 做职业介绍是吧 也给他一扔个路 介绍工作是介绍工作 首先是白马的学个一己之上 如果忙的人都是适合按摩 终于按摩 还做什么工艺 现在我参加了一个工艺组组 义工 每星期吧都要搞活动 高业都做 呃 卷宽了 呃 帮着古瓜老人了 也许在 颜冰刚开始守残集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 时至今日会有这样一个美丽人生 对吧 你没有想到你会有今天 你也没有想到 到了最后你会发现 你真正的美丽人生 恰恰是这样的一个残集人 而且是在生活当中 相对于来像我们所说的弱势群体 带给你的精神上的鼓励 对 你也没想到 对对 所以你今天来感谢他 对 行吧 我们来听听三位老师 如何理解这样的美丽人生 每一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而你们的幸福 让我感觉是既朴实又特别的高级 因为它不局限于金钱和名利上的那样的一种富足 它上升到了内在的情感精神的一个层面 而这样的一种朴实的干净的东西 让我们感觉它是生活当中很很真实的那些东西扑面而来 就是柴米油盐 就是我好好地疼你 爱你 然后我好好地跟你在一起 它依然会有艰难 依然会有很多的伤心和流泪的时候 但至少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的时候 我内心既是骄傲的又是富足的又是温暖的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很多人追求的幸福的一个极致的境界 谢谢你们二位的到来带给我们这么一个纯净的美丽的爱情故事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严命爱上你 我觉得特别能够理解 他喜欢你带给他的那种平静 喜欢你带给他的那种激励 所以你给了他那种自信 他特别需要朋友 但是你愿意给他做朋友 你不嫌弃他 他虽然是残疾人 他虽然家庭很穷 但是他可以把他所有的力量 所有的温度都给你 他可以特别地呵护你 这是你需要的东西 所以你会爱上他 你会依赖他 会想和他在一起 在这个互相彼此需要的时候 你们给我感觉最大的一个感受 就是你们俩都特别地实在 特别简单 特别地单纯 为什么会 作为三个孩子的妈妈 三十多岁了 她四十多岁了 为什么还会活得那么简单 我想是因为你们两个的互相的那种保护 把彼此都保护得特别好 互相的那种鼓励 所以正因为这样的简单 才可以很用心地去爱更多的人 包括颜兵 可以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残疾人 可以去感同身受 包括你作为一个乡村教师 你可以用更多的爱 去爱周围的学生 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们能继续保持着这样的单纯 对生活的这种热情 好好的携手的一起幸福下去 谢谢老师 谢谢二伯 谢谢老师 这个男人 他没钱 他拼尽全力 或许只能是个平凡的老公 但他有重量 他的重量在哪里呢 他有善良吧 他善良到笨拙的层面 坚强吧 又自尊吧 会知道珍惜吧 知道感恩吧 专一吧 从来没忘了初心吧 很多人说说也就说说了 到手了那就另说了 人家 从来没有改变过 或许这是我们最初 爱情的样子 家庭的样子 老公的样子 最初的样子 最美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老师 他的生活里面老哭吗 他也是 就是想到以前他那些艰难的时候 他肯定哭得比你多 然后说到那些痛苦的时候 难过的时候 他也会哭 你以前没找他之前 你老哭吗 那时候很好哭 那为什么找了 他反而容易哭了呢 因为以前找人家 跟人家哭了 让我笑话我 对 以前哭没人看 现在哭有人看 有人疼 接下来有什么话 你跟他说吧 谢谢你来了 老公 今天我要站在这个舞台上 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的温暖 谢谢你让 让我变成了一个被周围的人 所羡慕的一个女人 我是幸福的 孩子有这个爸爸也是幸福的 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谢谢你老婆 老婆 你给我了一个家 要不说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里 你给了我三个孩子 你把孩子培养得那么优秀 有时间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 你是我生命中的宝贝 会唱那首歌吗 会唱那首《亲亲我的宝贝》吗 亲亲我的宝贝 我要等你越高高山 老公 别哭了 我们会越来越好 让我们看看妻子送给丈夫的礼物是什么 看看你媳妇送你什么了 什么呀这书啊 我看看啊 这是一本书 因为我老公一直觉得他没有给我们 你那几个富裕的生活 他很自责 年前嘛由于他思想压力比较大 也生了一场病 所以我送这本书 立志的书就想告诉我老公 其实钱少钱多 没有太大的关系 只要我们一家人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孩子快乐的成长 那你所指的自己拯救自己 这个自己指的是你们全家子 对 自己这个家庭拯救自己 对 不靠别人 对我们一家都要坚强 都要坚强 他挺坚强的 不哭了哈 啊啊 继续疼他啊 继续好好过啊 苦精干来了啊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 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 老公 谢谢你给我的温暖 老婆 你是我生命中的宝贝 我曾经 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我最在你的风暖 我最在你的风暴里 此刻那些伤着 只是给他心爱的人看 他的那个哭腔 也是给他听的 所以说这样的故事告诉我们 人生不设限 无论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是怎样 无论你是处在于人生的高峰还是低谷 一切皆有可能 好的 如果你也有对不起或感谢的话 想要做说 同样欢迎来到我们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只要你的故事是美好的 我们就愿意聆听 好的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故事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舞台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